11月27日 好久没有在台湾出现的苏友朋友 昨天特地飞回台北参加电影爱到底的拍摄 首次担任导演的黄紫娇 这次为了电影 将演艺圈的好朋友几乎全部邀一来客串 太爱演 太爱演 希望我们来到底可以带进好莱坞啊 有香港来的粉丝 香港来的朋友 哪里 右边 香港是哪一位 没举手 谢谢 好粉丝代表动画一起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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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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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谢谢 好 好 前进好莱坞 是支票啊 里面是支票 那OS太大事了 谢谢苏大哥 前进好莱坞 那我们还会有客串的21个艺人 那苏天王就代表接受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今天一场两人对面的剧情 黄紫娇和苏又鹏的表演死死如扣 让现场记者分不清是真是假 两人开玩笑的解释说 吵架已经是两人多年来的一个习惯了 那其实是我们20年来的一个 最好的 优良的习惯 哪什么 就是把最忠实的心情表现出来 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真的真心的朋友 就是可以开开玩笑 是没有问题的 对 今年是小虎队成立20周年 大家所预期的20周年演唱会 不知道能不能如愿 苏又鹏表示 小虎队也是自己最难忘的一段记忆 但是庆祝的计划暂时还不能公开 没有啦 其实今年因为大家 小虎队是成 就是成军20年 其实蛮多朋友很怀念 嗯 然后我们自己三个 对我们来讲也是 怎么讲 成长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吧 这样子 那我们其实有在计划会有一些 庆祝的活动这样 可是现在还没有可以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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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